我們來看看怎麼做FocusSky的輸出 當然專案檔還是蠻建議各位你可以先存 先把它儲存起來 它的專案檔把它稱作一個工程 那你把它存起來就可以 我們來看看怎麼做輸出 在右上角這邊 糟糕 好,來這裡這裡 哇,這裡 我畫面現在比較少看不到 我可能只能從這邊 保存、導出、輸出來了,這裡 因為本來選單上你們應該看得到吧 最右手邊,我現在看不到沒關係 我就用輸出 從文件那裡按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有幾種輸出的方法 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免費的方案主要就是 剛才一進來有跟各位介紹的前面這三種 一個是變成網頁 它會幫你放在雲端上 好,那所以你下次就只要取得網址就OK 第二個變成一個執行檔 那這種方式是 我又不想要放在網路上 而且我有用到什麼 剛剛我們講到有那個角色有沒有 Fresh的角色啊 可是我希望用到它 那你可以變成一個執行檔 你就在教室的電腦或自己的電腦上 直接看就可以 對了,我突然想到 剛剛忘記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在手機上看 請問我們的簡報怎麼會看 你覺得可以看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手機上不能看 你會不會在手機上看 POPP的簡報 好,那你覺得好看嗎 一直在那裡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不是嗎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它變成了這個是 如果你傳到網路上 它是HTML 所以其實你手機上的瀏覽器也是可以用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了解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不管你有哪一個 假設我先用第一個 我們先看怎麼樣輸出到雲端 你就來這邊按下一步 好,下一步之後呢 它就問你了 請問你這個要叫什麼名字 還有要不要公開 如果你不想公開 請把自己勾掉 這樣你有網址 但是別人怎麼樣 不能進去看 不能進去看 再來就是 它要求你一定要選一個分類 要選一個分類 那我們這邊 就把它選電腦類就好了 好,還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高級選項 就是這個什麼預載的 這個呢 其實你們可能剛剛沒有特別注意 你在看老師簡報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下載中有沒有 Loading 我們一般把它稱作Loading 你可以自己自訂喔 你看在這邊有沒有 我的那個下載的時候 那個標題啊 然後你要的顏色啊 還有那個內容啊 這樣是不是讓人家更知道 你要下載是什麼 要即將看到是什麼 對不對 這邊它都可以自訂 都可以自訂 甚至怎麼樣 你的Logo 也可以自己用喔 因為我們預設 它是用它這個 它自己的Logo嘛 但是你也可以換成你自己的 如果你覺得很在意這個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常常有CIS 企業識別標誌有沒有 我去中油 我去哪一家公司 我的Loading就變成他們家的 這樣也沒有比較貼心一點 對不對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小細節啦 可是有時候看的人感受不一樣 你多做一點點 雖然花一點點時間 可是有時候成效會好很多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輸出囉 我就先輸出一下 你看一下輸出 那這個輸出呢 如果你剛剛都還沒有註冊的 它就要求你註冊了 因為在雲端嘛 那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是什麼版本 國際版對不對 所以不會有認證性 你就打上你的Email 加上兩個密碼就OK了 就OK了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 驗證完之後 喔 預設標題 因為我預設標題沒有改 來 好 假設我弄這樣 我就按輸出 那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 因為它需要把你的這些檔案 都傳到雲端上 好 這是第一種 就是你用這個 那我等一下呢 它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進到雲端 那因為你註冊的帳號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 點到它的官方網站上 你就可以在上面去管理什麼 你已經放到上面的那些 簡報內容 那我這邊我就讓它跑一下 我來講第二個 就是如果你要輸出的時候 你是變成所謂的執行檔 執行檔 第二種 你變執行檔的時候 其實就很單純 它就幫你把它怎麼樣 你看這裡 你要不要變成一個ESE 所以下次你就帶著這個檔案 就帶走 當然ESE比較不適合一件事情 就是拿來當什麼 郵件的附件 請問郵件的附件 可不可以夾在ESE 以前可以 胡老師我們以前都可以對不對 可是後來為什麼不行 因為有人把它當作病毒 所以現在系統預設都是直接就封殺 你不要來 這樣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適合你就是 比如說你放在雲端 人家可以下載 那或者是你帶隨身別 我就拿去做簡報 當然它就不能修改 因為你只能看 只能看 那麼第三種的話 你變成視訊 我們剛剛講的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段影片 但是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影片的大小 剛剛有提過 影片大小在這邊 免費的版本 目前只能到這裡 480P指的是720x480 720x480 所以如果你要更多的 就必須要是付費的方案這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 我們focus在要怎麼樣做輸出的 好我看這邊 看這邊好了 我這邊已經OK了 有沒有 它輸出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網址在這裡 也幫你把QR Code產生了 也幫你把QR Code產生了 但是還是留意一下 你有用到Flash的 我路上會看不到 就那個角色啦 或者是Flash那些動畫的 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還OK嗎 可以喔 好嗎 謝謝 是的 收拼